K-365 西克萨 2019 连度用枪 K-320 2018 连度枪 K-365 西克萨 P365 那么在网络上面 昨天我发了个小预告 然后很多朋友就说 有一个朋友提了个问题 就是他在YouTube上面看见的话 这个枪好像是据说是有很多问题 有一个人就提了个问题 说这个枪不能够 就是说回复的时候 不能够到位 下一发咱进不去 有时候会卡在半中间 然后要用手给推上去 那么按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我通常遇到这种问题 就是发生在两个情况上面 一个情况下面就是用的子弹 推力不够 子弹很差 里面的火药不够 或者火药不好 一个情况造成推力不够 第二个就是轻枪的话 里面弹荒比较硬 然后的话会复位不到位 因为它推不到位 然后复位就不到位 这种问题不仅是发生在 我的枪上发生在 一个事情上面是什么呢 就是VP9 我的SNK的VP9发生过问题 发生过在这种子弹上面 这个来自波黑的 波斯尼亚和赛哥维纳 中文翻译成的 这个子弹的话 推力是不够的 因为小区说P26也发生这个问题 对不对 在联系设计的时候 也发生了这个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就带四种子弹 一个这个 一个的话 LUGA的 9毫米LUGA的FieldStream 这个好像比较好 这个子弹出处比较高 1122 然后的话 还有雷明顿的 9毫米的 还有我们自砖的 自砖的火药量是非常够的 我们这个是4.6格0的 那么现在就来试一下 所有的弹头都是一模一样的 115对不对 115格0的 OK好 那我来试一下 看看会不会塞 那么一开始的话 就像我说的 这种子弹是发生过 在我的枪上发生过问题的 在我的SNK上面 那么我首先要使用的 就是用这种子弹来试一下 会不会 会不会卡 这个枪呢 大家看见是 也是全新的 油 这些都还在上面 像有 那么 我们来试一下 不装多 先装个五发 美中子弹是五发 看看他是不是 真的会发生这个问题 五发 you ready yeah 没问题 没问题吧 没问题啊 好 下一个 下一个 雷明顿的 按道理是不会发生 这种问题的 我好手太僵了 因为今天太冷了 温度太低 也是同样 五发 压子弹都压不进去 连这个推力最低的都会发生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的话呢 肯定不会发生问题 我们自转的 这个高推力的我都不用不用不用试了 没有问题 高推力最低的就会发生性能不能就会发生意 为什么连这个在VP9上面发生问题的 这个最差的子弹都没发生问题 那么是不是能够说明 实际上这个枪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是不是 那么这里就跟大家说一下了 就是我现在已经用现场来回答了 之前这个朋友问的问题 就是这个枪会出这个问题 那么可能是他买的那支枪的枪的本身质量有问题 是不是 或者用的子弹比我这个还差 也有可能弹簧比较硬 弹簧太硬 这个弹簧也硬的 感觉得到这个弹簧 还有润滑油 润滑油没给够 看见没 这个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OK 那么大家看了 刚才打了15发子弹 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的问题 那就可以说明一点 这个枪的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设计上这些方面 对吧 然后这个低推力的子弹都没有问题 我们自装弹也没有问题 什么弹都没有问题 那就没有出现 起码 那你甚至可以说我的运气比较好 所以没有问题 OK 好 那么这个 这个这个 现在喜欢快藏文化 那么的 我们这个也拍的比较快 就这么简单了 把这个问题证实了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提出来 我们再来把它拍出来 是吧小薰 OK好 那是速写证明 P365 任何子弹 没有问题 拜拜 来喽 来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